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柔和中我们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制度 我们是根据需要我们得到的 绝对没有所谓的玩花招的给了你华人 就告诉一堵人我本来要给你的 你们去跟华人靠北泡沫吧 因为马华在搞鬼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雪州静置学校 那所以蔡西利跟我们去见了副首相 拿到信批准的 包括这封信呢 总会长也有一个副本的 他们出来讲什么 我本来在这个拜山中行政议会 要给你们印度人的大米尔学校 但是呢马华抢气了 各位 那个时候他们拉布条来骂马华 为什么 他们以为华人票全部跟他了 他现在是要印度人的票了 所以他们玩政治 绝对不是帮印度人的 我还记得当时呢 Tresa Kok就是郭书信的 带了这些印度人 还开了一个记者会说 教育不拿这边土地不是他的 他还没有给钱的 结果他们印度人来到我的办公室 我拿了这个教育部在1999年 给了5200块的地税单 他从那一天开始不敢再谈的 他说 哦 现在政府不好 印度人应该给他另外六毛地 各位 这就是反对党 今天我们面对的反对党是一个呢 见人讲人话 见鬼 我不懂他讲什么话 更令我感到难过的是最近呢 我们的今天精致滑小 在这个普总 Tresa Kok 郭书信的选区啊 竟然呢 有人啊 告诉这个地方议会啊 停工啊 我们的滑小不可以打地鸡啊 各位 如果这个学校不能够在 明年1月1号开学的话 被骂的是马华工会 对吧 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这个反对党说 都是马华惹的祸 因为马华重拥他们啊 马上把这个土地呢 建起来 各位 今天我们要求 我们的建委会 要求董事部呢 把学校做快一点 有错吗 为了谁 为了广大的民众 如果你真正要帮华夏的话 你不要玩政治 这是伤到我们的孩子 我们绝对不容许这样做的 对吗各位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 我们要讲究的时机 今天不能够再让他们呢 为所欲为 因为我们认为呢 人民尤其是教育的问题呢 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等先失职的 各位 我们大选择 我们大选择